战烈舰是一个时代的符号,无数著名的海战中都出现过它的身影,一些著名的战舰更是背后人写的历史,被无数军迷追捧。 战烈舰可以说是一个深深存在对峙上,火力智商这种近代军事思想的典型,充满雄性荷尔蒙的正面应该是大海战,至今也有大量粉丝用盾。 在军事爱好者的圈子里甚至流行着一个幽默的说法,没有什么是一套解决不了的,如果有,那就两套,人们从未停止过对战舰的想象。 在电影领域,美国大片《超级战舰》,讲述了在万兴人侵略的背景下,人类靠一艘老爷爷及的依赖滑极战略界,以最老判罪运选的试剧对战方式,最终解决了万兴人。 这个创意来自美国的一个漫画,虽看起来非常牵马行空,但也反映了人们对剧剑大炮的情怀,对寄托情怀的东西,人们都会将它无限幻想与放大。 所以即使在电子游戏领域,也有相同元素的作品,白罗斯游戏公司Walk Gaming开发的《战舰世界》,就是这样一款以剧剑大炮位元素的精品,它让无数热爱军事的网友们热烈追捧。 那些战略的时代就把大海的要素、多艾、口径、战术等等都被外线,操作简单一上手,游戏画面是苦真实,就拿上述这艘EI华级战略舰来说。 在历史上,EI华级战略舰是美国海军在战争时期,介绍下水的最后一艘战略舰,为了伴随航空母舰,边队进行机动灵活的作战。 它在设计一时,就具备了较高的航速和强性的防空火力。 即便是战略舰的时代已经过去,EI华级战略舰,仍在此后的近50年中,继续作为一名战士征战四海。 在一场又一场的局部冲突中,证明着自己作为曾经海洋霸主的实力。 在战舰世界中,EI华级战略舰,从建模到战舰整体数据,不仅被完美复现。 战舰本身依靠航速、防空优势,也能在每一场对局中有不俗表现。 如果说真实的海战复现是让军事迷玩家对战舰世界热血沸腾的主因, 那么近期战舰世界迎来的太空战舰版本更新,更是一份送给所有军迷的惊喜。 在0.7.3版更新中,战舰不只能在海上行进,还可以直接飞向太空。 在太空中开启一场是无全力的太空战,新版本更是有9艘战舰和购买独有的太空永久涂装。 售价不高,且与标准永久涂装,提供同样的加成奖励。 由于这次的太空涂装是现实销售的,所以看好的玩家们还要尽快入手。 以防错顾后悔哦,国服新版本最吸引眼球的,是战场从无垠的大海,转移到了浩瀚的星海。 画质极高的游戏画面,充满未来感的战舰涂装,逆真度超高的战斗场景。 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不禁可以享受在太空牢游的快感,还可以获得全新的战斗打击感。 平时吸星经营检队,努力升级装甲火力,战斗时灵活卡位,向战友力射击角度,及时进入太空战场。 这些海战人数都被保留,而且新版本游戏的丰富度也得到提升,再加上各种地图的更新。 可玩性极高,对所有诀迷玩家,来说,都是一个狂欢盛业。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,在新太空地图中进行游戏时,要注意地图新加入的两个环境变量,流行于精神干扰区。 它们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战舰,甚至对战局产生影响。 但若巧妙利用,还完全可以瞬间扭转战局。 版本更新后,战舰世界还开启了一系列活动,专属的太空补给箱,太空必将等内容,让人忍不住想要马上获取。 深酷的太空涂装也特别值得入手。 说到这里,你是不是已经越越欲试了? 现在就搜索战舰世界,加入太空霸主的行列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